OK 再來的話 希望把剛剛的 比如說A加B的結果輸出 但是有遇到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輸出的結果 它當然會輸出8 可是這個8 其實你會希望說 老師會不會前面如果加上什麼 一個敘述吧 比如說加總結等於多少的話 那理論上我會在print的前面 加上一串文字 文字記得在python裡面 你可以用雙引號 當然你可以用單引號 它有兩個方法 我個人習慣是雙引號 資料的話加上加號就可以了 把它們兩個串在一起 OK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兩個串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如果這個敘述在VBA裡面是合法的 可是在python裡面是不合法 為什麼 因為它會跟你講說 你前面是文字 那我ANS呢 它兩個都是數字 ANS是A加B 加完之後是數字 所以如果兩個要把它串在一起 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什麼 typeL 有沒有 然後它跟你講說 你如果要兩個串在一起的話 你一定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 後面這個 它其實已經跟你講說 把後面這個int有沒有 要把它轉換成 一樣跟前面一樣是自串 才有辦法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這裡的話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python裡面 對於資料型態很重視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兩個串在一起的話 那你變成說兩個一定要是文字 那目前的話你可以看到 MS 因為它這個結果一定是8 8的話是一個數字 它沒有辦法把它跟這個文字串一起 你會加在一起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先把這個8轉換成 前後都有 前後雙以後的8 這樣兩個才可以串在一起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它兩個串在一起 那我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你需要把ANS轉換成文字 那轉換成文字的話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做STR 這個STR 就是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數字8 轉換成文字8的一個函數 欸 它轉換之後呢 再來把它轉 把它怎麼 把它串接 這個理論上就會正確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加總冒號 它就出現正確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 你要串接兩個文字的話 這個還蠻常出現錯誤的 就是你型態 一定要通通轉換為文字 才能夠串在一起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把這個bug 貼到那個 問他說 請問底下層次哪裡有問題 然後呢 請問如何修正 欸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應該他也會幫你修正 你們可以玩玩看喔 好 所以特別注意 加上一個street 就把它串接在一起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其他還有牽涉到其他的型態 包括就是說呢 如果我 假如 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比如說 我們來源的資料 理論上當然不一定說 都剛好是整數 可能一種狀況是甚麼 它的來源 可能A是3.2 比如說改成哪 3.2 B的話呢 改成5 5的話呢 它來源 它不是一個整數 它是一個文字 但是問題是 你希望得到的結果 應該是把它加在一起之後 把加總的結果print出來 但問題你會發現 如果你一執行的話 一定會出錯 哪邊會出錯呢 你會發現 第一個會出錯的地方 它會卡在哪裡 欸 它會跟你講說 喔 你第三行有錯喔 第三行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它會出現甚麼 它會跟你講說 欸 你這邊出錯 那為什麼出錯呢 它會跟你講說 欸 Type A 所以你將來可能要慢慢 看懂那個 Bug的關鍵字 好 欸 那你要看說 這個地方 請問哪裡出錯 A加B嘛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把上面的B 改成甚麼 改成文字對不對 欸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它改成文字的話 那假設你要拿來運算 那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如果相反的 剛剛是把數字轉成文字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文字轉換成數字來做累加的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做 大家顛倒喔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5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5的話 轉換成5的整數喔 那其實記得你可以在這個B的這個變數前面加一個int int的話指的是轉換成整數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在這個地方加上一個int 幫我把它轉換 這個時候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把3.2加上5之後的結果把它print出來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結果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著改一下那個上面的變數型態啦 然後呢 可以改完之後 然後呢 試著運算看看 那目前的話當然喔 基本的型態最重要 第一個 當然是整數 其次就是小數點 符點 再其次的話呢 就是文字 大概目前主要常用的就是這三種型態 然後未來當然還有其他型態 我們後來後面再說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練習一下 就是如何解決像型態上面的問題喔 這個的話 在雲端上面其實我有放喔 雲端白板的第二個單元 OK喔 然後呢 其他的話呢 如果將來假設 我們要把文字 就是數字轉文字的話 就是str 那文字如果要轉換成整數的話 特別注意喔 整數的話呢 是int 但是如果假設你是符點的話 比如說呢 我們假設改一下 比如像上面這邊不是3.2對不對 如果假設我把3.2 改成3.2的文字 OK 那當然呢 我們就會需要一件事 就是如何把這個文字轉換為數字對不對 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你是有小數點的話 記得你可能要再記一個變數 沒有記一個函數 叫做float Float float的話呢 其實就是幫我怎麼樣 把 如果是文字喔 你幫我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沒有文字 float OK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得到結果也OK 有小數點 不過呢 最後其實還蠻常遇到一種 就是 可是我不確定說 我來源的是有小數點還是沒小數點 可能它有小數點 也可能它沒小數點 那怎麼辦 我不可能說我預設就知道耶 那怎麼辦 如果假設你不確定的話 其實喔 你還可以再記另外一個函數 叫eval eval 這個的話呢 它的好處就是 只要你的來源是數字就可以了 你可能是整數 你也可能是小數點 都沒關係 你用eval兩個都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 你不確定你的數字資料 來源是有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eval OK 這邊其實也可以用eval eval 其實也OK 執行一下 結果不OK 結果一樣OK 所以其實啦 int跟floater 其實除非你是來源確定 不然的話 還是要小心使用 如果你不確定 你用eval就OK 所以喔 這邊的話 我們學了四個函數 幫我們做轉型 第一個的話 是tree 特別是stree 第二個的話 是int 第三個是floater 第四個是evil evil 我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evil 萬用的啦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練習一下 就是 如何針對基本的資料做轉換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我發現 一般人在寫python程式 出現錯誤的比例最高 第一名應該是型態錯誤 type layer 所以如果你type layer這一關 可以過的話 應該以後寫程式 就會比較順利 我發現很多 我說type layer type layer就是你型態錯啊 我發現一般人 就比較沒有那個型態的概念 不是都一樣嗎 不是都是數字 你一樣啦 但是電腦覺得是不一樣嘛 你是要跟電腦溝通 不是要跟你自己溝通 所以你不能夠一直用你自己的想法 在看待這個資料型態 所以如果你這個資料型態這一關過得了的話 那後面應該就簡單啦 OK 好 所以第一個變數的型態轉換 所以前面其實都在講變數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來寫程式了 OK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是再來寫一個簡單程式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寫一個程式 就是判斷說到底那個 輸入的年紀到底是成年還是未成年 讓他判斷 OK 所以我們會需要 我先demo一下好了 如果我希望請大家寫一個程式 所以你開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模組 然後把上面的註解刪掉 如果我希望你們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就是這樣 請輸入年紀 我要輸入一個15歲好了 是不是enter 判斷一下未成年 再執行一次 如果今天輸入30歲 那會跳出應該滿18歲的 所以是跳出成年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寫出一個像這樣的程式 那應該怎麼寫 OK 這裡的話就是邏輯判斷 所以其實就是 你怎麼去判斷說 他是true跟false 那當然會需要一個input 所以這裡的話呢 程式裡面 會第一個會需要 先寫一個 叫input的一個函數 這個input的函數的話 其實大家顧名思義吧 就是你當你input的時候 他會跳出請輸入什麼 有沒有 所以你執行的話 這邊會出現請輸入年齡 那你輸入完的結果 比如說我剛剛這邊輸入15對不對 他會幫我把15的資料 但是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特別小心的就是說 這個input 他得到的這個資料 雖然我們輸入是15對不對 可是他丟給h的時候 他會給15的文字 也就是說你說 老師問我不是輸入數字嗎 他為什麼會丟文字給他 沒辦法 因為他這個函數規則就是這樣 他就是會轉換成文字再丟給錢 所以啦 當然他規則是這樣 那我們怎麼辦 很簡單嘛 如果假設我輸入15 當然如果你按enter的話 應該會bug 為什麼bug 他跟你講說TypeAir 為什麼TypeAir 他說第二行判斷這邊出錯 為什麼錯 因為你輸入的這個資料 他會跟你講說 他說這個 他有敘述啦 他說沒有support 沒有support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的比較 他說你給我的是文字 為什麼 因為我給的是15的文字 他說文字喔 是無法比較大小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大小的話 你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就直接怎麼樣 記得喔 然後在這個外面包一個int就好了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不要int 我用evo 各位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年紀應該沒有人輸入那個小數點 我今年30.5歲 沒那麼點五的吧 OK 他說整數吧 OK 所以理論上我們要int 然後呢 當我輸入完之後 接下來怎麼判斷是否成年 所以if 記得喔 後面這個邏輯 加一個冒號 就是處理後面的事情 OK 所以如果假設條件寫這裡喔 那以後如果要比較的話 比較運算值 所以你們也可以延伸一下 在這個底下 這個地方有所謂的 雲端白板的 第二單元的第四頁 這邊就有個什麼 比較的方式 比較兩個是否等於 兩個等號喔 不等於 金湯號 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什麼nots and of 這個其實都蠻固定的 然後我就加在這邊 那執行一下 看一下 這樣理論上應該OK吧 所以15 Enter 會成年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待會再加上一個 邏輯判斷 甚至你可以再練習一下 在那個ChartGP上面 我這邊底下這邊是有試著 請那個ChartGP幫我寫一個 這個什麼呢 幫我寫一個程式 內容為 用輸入年齡後 並判斷是否滿18歲成年 那Enter 那他給我的程式 其實 看起來其實跟我寫得差不多 我發現其實 好像也大體上 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問題丟給那個ChartGP 因為這個算 對他來說算簡單的 就算是否有其他要說 可以選擇 呢 沒有 的 按摩 我們可以選擇 對 我們可以選擇 請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